《蘇斯達》 喂… 喂… 曹斯達… 喂… 暴來欣? 這麼趕趕去哪兒? 胡亂過萬路撞死你 你知道 你的孫子那麼疼你 哭死他 你瘋了 你這麼趕趕去哪兒? 我? 去香港書展2018 去書展? 你懂字嗎? 嘿… 沒錯啦 我就是看中了《玉敏新書》 《玉敏踢爆支》 《說文解字》 哦… 玉敏新書 喂… 你知不知道 玉敏還有一本新書叫什麼? 《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讀字》 當然知道啦 另外呀… 除了新東西厲害之外 舊東西都極的 你知不知道 普羅重領了《忠祖康本》 《香港高官厚黑學》 《操控永一生》的 《六十四條廢話公式》 當然知道啦 書名這麼長 好心印象的嘛 所以我就這麼急 跑了去這個會展的Hall 1 1B-B13咯 大家好 歡迎來到 L.A. 看真點這個節目 這次跟大家說一說 全世界都很留意的 美中貿易戰 跟大家簡單地介紹一下 這個中美貿易戰是怎樣開始的 中美貿易戰 基本上是由特朗普 美國總統發起的 他的貿易政策 就是當時他參選美國總統的時候的政綱 他當時就說 財政部應該將中國標籤為貨幣操縱國 另外就指出 貿易代表在中國和世界貿易組織方面 就控告中國有不公平的補貼行為 如果中國不停止偷取美國商業秘密 這些非法活動 那當時的政策就會說 會運用一種合法的總統權力 處理貿易的爭端 包括採用關稅 那當時他們的政綱 很多人都會懷疑說 會不會這樣做呢 因為中國其實用出口來美國的市場是非常之大的 另外美國有很多廠方都會去中國設廠 因為當時人工的成本也是比美國便宜 市場亦都這麼大 10億人口 如果打貿易戰的話 加稅的話 對產品銷售方面會有影響 很多人都會採取懷疑的態度 會覺得他會不會進行這個貿易戰 或者怎樣對中國進行制裁 都很有懷疑 為什麼要做呢 都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近這幾年 美國出口去中國 和中國入口來美國 這一個差別 金額是非常之巨大的 這個貿易易差 和大家說一下 就是中國入口來美國 在2017年 就有 5,060億美金 而美國出口去中國 就只有1,300億美金 相差總數就是3,750億 而這3,750億就是所謂的貿易易差 那這個中美貿易戰 就說了幾個月 第一步就是在7月6日 就是過去上星期那裏 第一炮就展開了 就是由美國首先 會收取中國 某一些貨品 入口的貨品 有3,400億美金的產品 會增加稅項 那兩個星期之後 另外又會有多1,600億美金的產品 會進行額外收稅 那還有更嚴重 就是說如果美國 就是說如果中國 你進行反制裁 就是說加班我們美國 入口中國的產品的稅 那美國就會另外最多 加多2萬億美金的產品的稅 那這個數字其實是非常龐大的 那剛才提到 中國入口來美國 只不過是5,006億貨品 那如果你說徵收2,000億產品的稅 那其實已經是多過三分之一 所以說這個數字是非常龐大的 最好可以了解到 美國現在對中國 入口出口的情況 最好的方法當然就是問業界 業界的所知就是物流方面 因為大部分的產品 通常就是 要不就是用海運貨櫃 要不就是用空運 所以這兩個也是一個指標 告訴我們 這半年內發生什麼事 或者現在這一刻 貿易戰開打的時候 業界有什麼反應 這一個我相信是第一個指標 可以看到 那你當然可以看到一些小企業 但你小企業 都是可能在某一方面 某一個行業裡面 看不到全面全的真面目 所以有見及此 所以今天我們就邀請了 物流界裏面 做了都相當日子的鄭先生 跟我們解釋一下他現在看到的事 鄭先生你好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 各位聽眾好 我是姓鄭 從業這個物流界都有二十多年 又差不多 哪一月哪一日開始就不記得了 但是變化真的都很大 坦白說最蓬勃的時候 真的差不多是二十多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 那個物流 就不是那麼多 不是那麼多 我是做船運的 首先講清楚一點點 因為物流都分很多方面 有空運、船運、Poucher 現在各式各樣 百花百門都有 二十多年前是最蓬勃的 因為那時候 那個物流業 仍然不是那麼多人 但是已經有這個需求 這個需求的時候 競爭又少了 當然力量又好 到了現在 2018年 改變實在都很大 感覺 那些衝擊 很多東西會加起來 有很多東西影響到 油價 油價 其中一樣 還有Capacity 還有Inflation 其實對船公司都有 各式各樣東西 完完全全都 所以很多船公司 它自己 在這個行業裡面 它自己都很困難 但是你剛才說到 二十多年前是最份盤 你說的是中國入口美國 還是美國出口中國呢 老實說 這個航運 從頭到尾都是 入口來美國做主導 是 一定是 差不多是 一對三對一對四 對 跟美國出的數據差不多 其實是有一個原因在這裏 為什麼會差那麼遠呢 首先第一件事 中國的 中國已經全世界出了名 是一個製造業 是 在出口大國 是 它不僅是來美國 歐美 是它最大的客戶 其他小國家 會有少許 原因是因為 人口 它製造能力 是相當之龐大的 它是全世界 應該是第一 還是第二大 的人口國家 是 而且它改革之後 它不停地去 改變它自己 中國的體制 不停地做 做 用任何方法 人民幣又低 當時 美國人去買東西 當然覺得便宜很多 而且它有這樣的能力 去製造很多東西 甚至乎 你說現在 很多人說 中國大陸的東西 又貴了 又這樣 都遷移到東南國 有某部分 小部分 是遷移到東南國 但是 若然你說全部 這個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它的製造能力 是沒有中國 那麼龐大 十幾億人去做事 十幾億人 對比越南 可能只有幾百萬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 越南 但是生產能力 一定沒有那麼多 工廠 沒有那麼多人力 物力去做這些事情 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 其他國家的 人 心態 不一樣 印度 和中國 人口都差不多 可能有機會 超越中國 但是 為什麼這些東西 二來二都延不去 印度呢 因為工作 那個人 工作的心態 不是說 我可以 做二十四小時 再加二十四小時 都可以 他們不是 他們有時間 要回來拜神 又要去休息 又有宗教 中國是沒有這個問題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在印度 就是 因為可能他們 他們工作的心態 沒有那麼能力 對 越南 越南也是一樣 很多東西 移到越南去做 是某部分 但是越南的人 那個心態 都是 都不是很欣賞外資的人 他們的保護主義 尤其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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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印度也是一樣 有很多民族主義 就是 我是做 我又不是那麼想幫你做 又有些剝削的情況發生 勞工和僱主 當然永遠都會有這個問題發生 而且 都是他命天的問題 民族主義就是這樣 因為你外資的話 我便做 做的話 做得多少就做 不會為你拼命 所以 你生產出來的 數字是有限 所以 為什麼 中國 永遠都是一個出口 和製造業的大國 就是這樣 但是 奇怪的是 二十多年前 反而 比現在還更蓬勃 不是一直在上升嗎 譬如中國入口來美國 不是一直多上升嗎 反而你覺得 以前二十多年前 是比較多的 嗯 如果你說過 量度來計 當然現在 就會是最多的 因為 人口各樣 需求各樣 但是 產品 那時候 物流的生意 哦 即是在你行業的生意 那時候賺錢 的機會都比較多 現在競爭大了 現在競爭又大了 因為很多原因 所以到現在 這個局面 好 那 近五年十年 說回 比較近 近期一些 那 這段時間 的出入口 情況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你覺得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都有的 坦白說 那 當然在增長 但是近這五六年 開始 都沒有那麼多 因為 很多種原因 首先第一件事 中國物價暴障 所有的東西 都貴了 即是 十年前 你可以 大概 兩千元人民幣 很容易 可以請到一個 努力 去做製造業 生產 成醫 二千元人民幣 你說的是 人民幣 大概三百元 美金 左右 三百元 做你六七天 是啊 不是六七天 是做你七七二十四小時 24個小時 不是 因為他們是寄宿的 他們全部是外來的勞工 不是本地 即是那時候 所謂的萬流 即是去到 有工就立刻做了 是的 那你要住在那裏 當然 它原本是八至十十個小時 但是 有些人 可以做很久 因為 製造業的機器 我聽說 那些工廠 是不能停止的 二十四小時 二十四小時 你不停停的話 反而機器 會有問題發生 好像 Apple 也是二十四小時 停停的 對 還是台灣的工廠 應該是大陸 深圳的工廠 所以 它是一定要不停停停停的 那 好像我之前說的 為甚麼 中國製造業的大國 就是因為 他們可以不停地做 其他國家的人 是不會幫你這樣做的 也是不夠那麼多人做的 明白 那 VIRUM當然 現在當然是增長 但是 我所說 五龍已經開始固定了 因為那個 雇用問題 那中國 又 又 增加了很多 一些税金 保險金 去付那些床監,所以那个cost 突然高涨了很多 亦都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通货膨胀有另一个问题 那时2000元,现在的人工是多少? 现在3000多元都没有什么人愿意去做这些工作 是大城市的,例如深圳,东莞 当然,大城市,东莞,深圳 因为时代的进步,其他那些偏远一点的省份 都已经慢慢慢慢有工厂了 也有工厂? 是,因为cost of living 开始升高了 沿岸一带已经是非常蓬勃的 如果有去过中国大陆的朋友,我相信都会见到 那些一线城市,深圳,广州,北京,上海那些 根本很坦白的 那些地方是建筑物各样成的比美国更好 那些东西还要先进行 好像现在中国大陆付款是不允许现金的 全部用电话给钱 是,全部用电话 我们美国都没有做到这些东西 甚至乎超级市场都是进去禁 都是没有人的,超级市场 有人在做东西 甚至乎街市也是 是,所以我认识很多中国过来移民 也好玩的也好玩的,为什么你们这些美国人可以这么落后 为什么电线可以在上高 当然他们不知道,因为有地震的问题 所以说电线一定要加空 不是在地底 他们很奇怪看到这么多 为什么这些东西这么落后 所以他们回到去就觉得 在中国可能真的很发财 近这几年已经超越了美国 在这一部分 在眼看到的技术方面 他们可能觉得中国比美国好 是的,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人都会这样想 为什么你来美国 其实就是另外一件事 当然有些原因 因为我也问过 为什么你们会用电话付钱这么先进 第一件事 中国的人民币最大是100元 是 但是它的纸水 是低我们很多 100元就买不到很多东西 是,即是15元的美金一张最大的面线 这样买得什么 对,那你吃过麦当劳 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太久没有去过中国了 那你就打一打 如果你买多些东西,买个傢俱 而且他们又不太相信 资金卡这件事 那你就 拿着背包去买个傢俱 因为这样就很不方便 第二件事 譬如你小面额的 好像我有个朋友说去街市买菜 给100元他找 街市那些又濕又潮又烂又臭 我也不知道收不收你那张十元 人民币好 那电话就最方便了 总之就是自动转账 他又不需要有这个 钱的交易 还有那个偽造 钱的方面 机会也减少了 这也是其中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应该可以这么说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是想 希望可以用完这些电子货币 因为他可以知道 每个人在 购物的方式 甚至乎 未来 还会 每个人 好像美国会有 资金报告 但是 中国就变成了一个 人 即是你的购物 说话 行为 亦都有这些报告 但是这个 是另一个问题 说回近这一年 因为Donald Trump有这个政策 你们业界 觉得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或者会不会相信 会不会实行呢 好像已经实行中了 实行中了 实行中了 上星期 当初 业界的想法 都是讲一下 或者是 讲一下 当一个 bargain chips 这样去 跟中国去谈判 但现在好像 他都 挺坚定 对 两边都暂时 站硬 美国这方面 一定站硬 其实老实说 是应该的 为什么呢 日常用品 所有的东西 都是Made in China 像我当初所说的 因为它 强劲的製造业 还有之前我所说的 价钱比较便宜 当然 所有都是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对于我们美国来说 我们也有 收益 因为有些是便宜的 入例 我们可以用一些便宜的东西 是 但是 差距 当然啦 你多东西 小东西出去 也有差距 我们需要的东西 日常的东西 全部都是Made in China 可以说大概72%以上 应该都是Made in China 嗯 但是你出去 你去中国的 可以有些什么呢 嗯 技术 技术 技术是很少部份的 而且技术的东西 美国是不太欢迎出去大陆的 你应该知道 例如那些前楼 尤其是现在 现在尤其是 是的 所以它根本 那个疫苏一定会是 很大的 而这里美国出口大部分是什么呢 农业 就是大豆呀 山果呀 农业呀 蔬果呀 那些 牛肉也有管制的 所以其实也不会 肉类也会很少的 哦 牛肉也有管制的 有 有quota的 是 所以什么东西也有管制 其余 另外一部分 是中国政府管制入口 是的 其余除了这些农作物 和水果之外 另外一部分 最强劲出口的就是 废料类 废塑胶 废铁 废纸 废纸 这些就是 那三个 是十几年前 是吗 十年 十年 到最近一两年 都是 这些船公司 譬如废纸是最大量的 是 船公司是作为一个 仓底货 要有这些货 一只船才行到肉 因为船要重量才可以 是吗 如果不够重 船就浮了 上面二十呎 那就是反 中国有一个 满了货轨的船 过来 一只船 通常可以制到 2000个轨 还是 所以就说近这几年 都变化很大 在二十多年前 一只船最大的 是3000个 20尺柜 3000个柜 3000个柜 然后再大一点 就是6000 这样 现在普普通这一只船 都超过一万 哇 哇 还有一万八千的 都将来 所以船来到的时候 可能是 一万个货柜 是满的 但是 回到中国 会有多少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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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应该 都差不多 但是 可以这样说 如果是出口 去美国的话 小三分之一 但是它不仅是去中国的 它会允许其他 再去其他的国家 去其他国家 又会长旅行 又会上上落落 其实如果你说去中国 分钟只有三分之一 哇 OK 所以船公司也需要一些 平价的 要一些货 去摘住船 如果不是船太轻 就出不了 出不了 你出去的话会会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没想过 因为船是浮的 那你没有过重量 整只船突出来了 不可能的 OK 那么 早一排 一个月之前 我说过 我问过你 说 开始有 贸易战就没开始了 但是 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影响 你当时跟我说 中国进来美国 那些已经开始 困住了 那时是什么情况 那几月之前 那时 那些客户的 心态都是一个观望态度 是 但是现在应该 看情况 但是你说 你说 那时说 害怕进来 的意思就是说 害怕 譬如 7月6号开始 贸易战 可能6月头的时候 他们都开始害怕 出不出货 出了过来 到美国 突然 要追回 税汉 都有这样的情况 有啊 是怎样的 那么 据我所知 好像 我看来做清关 那么 他就跟我说 是算ET 就是到达 为止那一天 你 入 entry 去美国 和政府申报 说这批货要进来 要交税 入关就开始了 即是 我6月头出货 这样来到 假设 7月6号 到的 接着报关 就要给 那个新的货货 如果报关的时候 是7月4号 都不需要给 是啊 是 但是那时候 又未肯定 什么时候出货 什么时候会 还有会不会 最重要 是吧 但是好像 铁同旅 在更早之前 3月份 就好像已经有了 就要 生效了 是 其他那些新的 譬如 铜绿和铁有关的 好像说 一些电子产品 7月6号 都要增收这个 是 有一部分的 产品 是开始要给予了 是 那现在呢 你听到 有没有那些 中国 来美国的货 开始说 我不入了 或者 入少一些 或者用一些 其他的方法去做 呃 之前听到的就是 那些入口商 就不停在这里 商务根去找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譬如 Katakoy 的 入口的名称 可以 避过这个25%的增值税 是 那么 现在的税项就是25% 那一批 说要收 开始收税的 就是25% 清关这方面 都分得很仔细 看着你 譬如 你铁的什么 铁的什么 用来做什么 都有不同的税项 这一方面 可能我太太会清楚 少少 看看是哪些 如果你中 刚刚那一项 或者 其实我的用途是 可以这样 或者又可以 偏离少少 那个增收的税项 就是之前 那些 入口商就 头痛的 就是看可不可以 有些什么 可以代替品 能够 不 征收那么高的税 但是现在我相信 也有点难道 是的 但是他们会不会说 OK 本来 譬如这样说 一个月 进来美国 入100万 现在会不会 减少多少 你有没有听过这些消息 有 当然 大哥 因为完全都不知道 之后 那条路是怎么走 那么 你突然间 征收我25% 这个市场 那么 我 给了25%的钱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 是中国的厂家 比 还是美国的 美国的厂家比 美国的厂家比 就是中国 譬如出了100元的货 你给我们美国的 是 那么去到 譬如7月6日才清关 那么现在美国 就要给125元 没错 就是这样了 那么当然 就为一个商家 他说 大哥 我无情情 被人加了25元 是 的税 那么我做这一行生意 譬如我卖 任何一样铁的产品 那么我没有25%的利润呢 是 那么可能 很坦白说 有很多时候都未必有 没有啦 未必有 那么如果我 没有25%的利润 那么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加25%的 那个margin上去 那么市场能不能够消化这25%的东西呢 还是我有其他方法 比如在第二个国家入口 或者开始买回美国货 来减回这个销售税 我觉得Darrod Trump 他就是想所有东西是全製成美国货 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对了 美国亦都 薪金 也真的相当贵 对了 薪金 和薪金 另外一些福利 这是两个其中 其中两个原因 第三个 你付钱 人家也不必想做 是吗 因为美国 毕竟也是一个先证国家 你 制造业的 亦都是比较少了 有多少人肯去 辛辛苦苦去做事呢 在工厂那里 捱 不会捱几年 每天八个小时 对于同一样东西 你叫我做我 我真是死给你看 那会不会呢 所以这个其实 也不是很可能的 你又要赶紧所有的 愿意接受 制造业或者 辛苦一点的 劳工的人 例如墨西哥 或者其他 你又不欢迎那些 墨西哥和加拿大 都开始加税 某些产品 都开始加税 但是墨西哥人 是愿意做一些 比较低的 吃苦 labor labor intensive的 努力 传统的美国人 你怎会做这些 现在出口呢 出口有没有什么 出口也有 有这个问题 好像 新闻也有说 美国最大的出口货品 就是农着物 跟着就是废料 其余那些 就是一般的商品 其实中国也很喜欢买 一些 Made in USA 的产品 但是那些占 太小部分了 中国的小部分 还是什么 你说的小部分 出口的太小部分 因为这个不可以 作为一个 core business 因为 它很想 例如奶粉 食品 美国做的本地的粮果 各样 奶粉也有 coota 是吗 当然 但是这些 怎么说 一定是很少量 它也不会给你 那么多 亦都买不到 对 OK 你说有没有影响 有 因为 入口 例如100%入口 例如100样东西 出口大约只有30 左右 即是三分之一 OK 所以才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液差 是的 大部分的就是农作物 然后就是废料 废料 之前 十多年前 近几年 中国是接收这些 废料的第一国家 它是将那些废所交费 铁币循环作用 是 但是之前 我想做了很多 污染 但是现在 中国近这一两年 就完全 不允许 所有的 废料 入口 是 就是 出口废料 这一班 纸和铁都没有 纸就是 它现在的政策 一定是 它指定是 愿意去收 是 这是很少量 它要你循环再做完才能接收你的废料 循环再做完才能接收你的废料 循环再做完就不是废料 是的 已经有价格了 我们已经 Exactly 铁都没有 都不收了 一定是要符合它自己本身的规格 譬如它有99%是铜的 那么我收了 99%是铁的 我就收了 如果99%是铁的 我就收了 如果你说铁铁的铁的 如果铁铁的低于一些不收 就不收了 不收的话 就会做成很大的问题 你滞留在港口 那些货柜全部都要钱 是 所以 是近一两年才开始 发生那个叫Green Fence 这样的行动 是 6-7行动 OK 所以出口的量又少了 所以你覺得出口的行業最大影響是哪一個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農作業 其實那個說話是會有影響 如果以我的觀察人應該就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他說他加稅 那就加中國人的稅 對,中國人的稅 就是加美國人的稅 我做了的,你要用的是你始終都要用的 還有我覺得是中國人 假設是吃進口的話 加他25% 我覺得他都會給的 第一,他相信美國是比較安全的 還有可能好吃些,有信心多些 所以加了25%對他們來說 他們都會買的 那是中國人的問題,不是美國的問題 那你說會不會少了呢? 是會的 一開始的時候,每個人都有一個心態 我給貴了,我不吃就不行 慢慢慢慢就開始吃 對,你也是要吃的 因為你其餘那些都可能會加價 我所說的意思是 以前買一個美國蘋果一元 大陸那些可能六毫 那你現在加了我一個二毫半 那我可能中國那些又加到八毫而已 是嗎? 那他們都想賺錢的 那這個機會也是加了 所以我們中國過的話,也是賺錢的機會 是嗎? 那 eventually 那個階段都可能變小了 所以是慢慢慢慢適應的時候 反正都是這樣 就等於我們現在去出街 要入郵 那一開始兩個多人錢 突然加成三多元 現在我已經麻木了 是呀, eventually 你也是要入郵 不會因為這樣人出少了街 我也想不出街 但都沒有辦法的,一定要 所以慢慢慢慢是一個適應期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會有影響 每個人都保持住 好像我之前所說 我突然間 譬如我加了成25% 那些25%我能否轉嫁給那個消費者 真的是一個疑問 那我手上 當然了,做入口的生意 他一定會有存貨、有補貨 當然,在那個時候 人們都會,哎呀,我加不加到的 是不是我都要加,不加就糟了 那我先撐一撐,我有存貨 就先撐一撐 是,先用完這些存貨 是,著兩加10% 15% 這樣就能接受到 慢慢慢慢的 最後,其實 最終來說 會不會有影響呢 會有影響 影響的都會 我也相信會有 差在到什麼地步 是不是物價通脹 一定會 還有漲多少 漲多久 這也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那你覺得未來這幾個月 或者甚至乎一年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入口這方面 我覺得就開始 好像我之前所說的 會轉淡 每個人都好好 因為真的不知道 能不能夠適應到 因為它是非常之堅定 這25%是加緊的 加緊的 加了上去 作為一個商人 我也要看我自己能不能夠 維持得住 如果那些貨物在外面 加了25% 是沒有人要的 那我會一起死 對,我覺得 因為你拉近距離的時候 譬如你去Amazon 美國最大的網站購物 你買一個100元的美國貨物 但是大陸貨 中國貨 買回來美國的話 可能真的60元買得到 可能不用 真的可能不用 很多時候都不用 那你加了25% 即是變成85元的時候 那是否 中國的貨品 對比起 美國貨物 是否這麼有吸引力 這個也是整個疑問 我覺得就 不是 因為 好像剛才所說 100元的美國貨物 那60元是太多 我想 在Made in China 是20元而已 就是買回來 我們可以買到 變成20元 是的 有些電子商品 可能比較貴一點 就是利潤不會高一點 但是也有些產品 當然 好像你所說 真的可以去到20% 是的 真的可以 因為中國大陸 你怎樣做 都可以做出來 只不過是看看 它的質素 是否 符合大家的要求 是的 所以其實是真的 100元 20元都有 當然有些好少少的 40元 50元 60元都有 但是那些所有都是在Made in China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指標 其實看到Amazon 你看到美國的電子產品 和中國製造的電子產品 是差的 價錢真的差很遠 假設如果真的 好像Donald Trump所說 中國拿了這些電子的知識 去做他們的產品的時候 其實美國用了這麼多錢去研發 但是中國一個麻煩幫你拿了一些貨 來 copycat 做一個新的 但是又賺得便宜很多的話 美國真的沒得比 你真的撐不過 這些產品 那怎樣看呢 其實真是家家有求 很多人 譬如一定要用Apple 有些人可以用 有些人可以用 或用其他 他們也有自己分開 自己的市場 如果你想要好少少 當然就要用一些牌子的東西 便宜的 好像說100元和20元 你想省的 就試一下用20元 當然一分錢一分貨 喝的東西很快就壞 即是一些充電器 對嗎 對 坐坐就爆 真的會嚇死人 其實這個問題 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現在我覺得很多人都在撐住 真的不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 市場的消發能力是怎樣 還有會加到什麼地步 不知道是中國 那些歐洲 麥西哥 那些又怎樣 是 也有交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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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有25%那麽多 我說兩樣 第一個就是你 疫差太大 第二就是你 對美國的公司 在中國投資 是非常不公平 那我又問了 那為什麽你要投資在中國 中國 因為有這個market 是十億 十億人口 還有他們的內銷 一件事 另外就是 就是這個 人工的問題 就是 人工都高了 差不多高了一倍 對比幾多年 一倍 我相信十年 或者不用 不用十年 我也相信 這十年的通貨膨脹 一定很厲害 通貨了一倍 因為好像我之前說 很多的 因為這些勞工是外來的 即是外來 鄉下 農村 沒有飯吃 沒有工作的 你才會出來找工作 是的 現在 時代一直進步 很多城市 已經開始向內發展 在發展的時候 我都可以在那裏建工廠 我也有網絡 我也有電 不用一定要燒煤才有 那我為什麽要去到這麽遠 所以沿岸一帶 例如東莞、深圳、廣州、常平那些 找人是很難的 因為你要找一個很遠的人來 才願意跟你做 如果你在城市 現在其實中國大陸的問題 都很大 城市的小孩 之前是兩個人才可以生一個小孩 是的 每個都是只有一個小孩 如果我有 應該說一對夫妻 只可以生一個小孩 才有福利 第二個小孩就沒有福利 第二個不止沒有福利 還要罰錢 二十多萬一個 是的 那時候是罰了很多 但是近這兩年開始 寬鬆了下來 可能這十年 也有另外一個變霸 未來這十年 因為人工不可能減回 物價又一路上漲 其實打這個貿易戰 我真的不知道誰會贏 暫時不知道 看看中國會不會有什麽 你已經宣布了 你加多少 我又加多少 是的 看看去到一個地步 可能說 我不加 或者會有些措施 去減低這個差額 或者不會拿美國 這方面比較容易 公司進入美國 生存的機會 比以前更容易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其實你覺得中國大陸 是否歡迎美國公司進去設廠 當然是歡迎 我從來都是喜歡 有投資者進來 我們國家 來付錢我們做事 工就有了 又有人付稅了 為什麽不好 好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鄭先生 如果有什麽變化 或者我們再找鄭先生 來做多一次訪問 好 下次再見 OK 拜拜 好